在乡村田野间 他身着自制高定走最野的猫步 他最平的山路 随随便便的两步 就将那该死的女王范儿 拿捏得死死的 他就是野生超模 陆仙人 我叫陆仙人 我姓陆 因为我拍出来的视频 环境啊都很鲜 我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叫陆仙人 在国人眼里 他曾是不男不女 但在外国人眼里 他却是真设计 是一间超模 从乡间小陆 到如今的国际秀场 年仅20岁的乡村少年 是如何摇身一变 成为火爆全球的乡村超模呢 陆仙人原名陆开港 十几岁在电视上 看到模特走秀后 就被彻底吸引了 他不知道什么是替台 只知道他们走出来的台步很酷 从那以后呢 守着电视机模仿 超模的动作和眼神 成为了他的常态 就拿他最爱的超模小KK来说吧 之后的他可是模仿小KK 模仿出了精髓 尤其是那经典的抖翅膀 由于农村信息的闭塞和初衷 就辍学外出打工的原因 让陆仙人根本就没有机会 接触到模特这一领域 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 他对梦想的追求 工作之余 他在宿舍的走廊 或楼前练习台步 定点 动作 眼神也是反复琢磨 随着短视频的新奇 陆仙人将自己的走秀视频 发放到了网上 没钱买道具的他 又硬生生的激发了自己的设计天赋 将被丢弃的物品拿来做成了战袍 最初的一段时间 他的视频根本无人关注 直到他发布了一条 在自家院子里走秀的视频 视频中的他毛毯坐群 脚踩空气高跟鞋 这让他获得了200万人的点赞 瞬间活了起来 他脚上那双可自动调节的隐形高跟鞋 可是吸引了不少网友 但有人喜欢的同时 也有人异常讨厌他 很多第一次看陆仙人视频的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靠伴丑来博取关注的 第一级视频博主 青红的嘴唇 再加上奇奇怪怪的造型 不正是当年大火的非主流造型吗 但他没有辩解 而是将视频不断优化 默默努力成为王者 随着视频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他真的有设计和做模特的天赋 那些廉价的材料 通过他的设计和演绎 分分钟带来大片即视感 家里的旧毛毯 让他穿出了皮草的感觉 最土俗的红配绿 硬是让他穿出了高级感 同时他的超模气场也越来越强大 无论是在废弃的工厂 还是乡间土路 又或者是城市的广场 他的眼神都很坚定 脚步稳健有力 走出了十里八销 我最亮的自信 心中游秀场 哪里都是巴黎时装周 虽然身穿塑料布 但一开门 仙人的气场 我就给满分 塑料纸和桌布的组合 更是让他穿出了一种 买不起的错觉 跨步大幅度的摆动 让他看起来更加妖娆 有一种高冷的表气 不过随着名气的提升 外界对他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在现实生活中 陆仙人因自己的妆容和女装打扮 被村民谩骂指责 说他不男不女 就连隔壁村的村民 也特意跑来看他的笑话 他的视频留言区 也充斥着各种谩骂 说他这么丑还出来吓人 说他想疯想疯了 但在国内拥有 众多质疑声的他 却在外网上收获了 众多彩虹屁 19年的时候 南华早报将陆仙人的视频 搬运到了YouTube上 几句创意和张力的走秀 瞬间就收获了 无数外国友人的青睐 称赞他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真正的超模 比维密超模的段位还高 还大呼金主爸爸 赶快来挖人吧 面对赞扬呢 路仙人不骄不躁 面对质疑他乐得其所 还在Vlog里放出豪言 正是他的这份洒脱 核对梦想的不懈努力 让他逐渐被网友认可 同时也让很多业内人士 注意到了他 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机会 登上了职业梯台 梯台上的他时而仙气飘飘 时而魅惑众生 前段时间更是在 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上 高傲冷艳地走了一把C位 单手插兜引领了全场风骚 从广西的小乡村 走到顶级时装周的T台 从小视频网红 到爆红国内外的网络达人 路仙人用自己的成长经历 向我们诠释着 即使没有华丽的装备 照样可以一路打怪升级 如今的他呢 离通关越来越近了 那你呢 是在打怪的路上 还是未曾出发 从乡村的城市 初心从来改变 现在 我一旧会上一周 我叫陆生人 很高兴认识你 崩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